大家好 我是朗仲 我現在要給即將成為大學生的大家一些 以過來人的身份做出一些建議 我覺得在大學生的 在大學這個階段可以做的事情就是 像我自己就是在大學的時候認識很多人 所以你可以有人脈的建立 然後你可以多方的去嘗試 可能你可以去試看你喜歡音樂 或是加入一些社團去看看你到底喜歡什麼事情 這跟你日後的畢業之後 可能你可以做的事情它可以有所發展 然後我覺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要有意識的去揮霍你的青春 對 可能即便你連翹課都可以 很有主見的知道我今天翹課 那我要去做什麼事情 或者是你在聯誼的時候 你在很認真去圖書館念書 你跟朋友在網咖打電動的時候 你都要很有主見的 很有意識的知道你現在在幹嘛 然後很用心的去感受當下的環節 然後去給自己一些心得的累積 我覺得這可以幫助你在日後做選擇的時候 會有幫助 然後希望這些可以給大家帶來一些量後的這個影像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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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可以 謝謝大家